昨天台铁一名零姓机车长驾驶驱肩车却迟迟没发车 后来被发现原来他在驾驶室昏迷 声音抢救仍然宣告不至 台铁今天在花莲站开出了专列 护送这名司机员的遗体回到宜兰 由家属协助办理下班手续 同事们列队高喊任务完成 气不成声 而台铁表示这名司机员在出勤之前 血压等等申请量测都是符合出勤规定的 将会全力的协助家属处理后续 列队一字排开高喊任务完成 台铁零姓机车长促使在驾驶室 遗体由花莲开出的专列 护送到宜兰机务段 家属代理下班手续 一旁同事们气不成声 话说到一半止不住泪水 二十后在列车上促失的灵性机车长在台铁服务二十五年 当天亲吻了妻子脸颊说再见才出门工作 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 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台铁服务 白发人送黑发人长面哀期 今天会这样的一个离开的原因 这个我们不好去预测 既然我们是担忽大众运输的工作 希望说未来公司这边能更重视这个局块 台铁公司表示 林姓机车长各项检查及上班前量测均符合出勤规定 公司也感到非常不舍及哀痛 将全程陪伴家属处理后续事宜 需了解台铁司机员上班前必须进行斜压 久策检验 每年会安排到医院体检 另需透过专业机构进行药物检验 抽验三次 是要做好确实的一个健康检查的各项的项目 费用的部分是确定是一定要增加了 在下个月的公司会议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第一个议题里面就要考虑到人力的问题 公会将建请公司提高员工健检品质 也期盼改善人力吃紧状况 林姓司机员工作中促势 留给同事及家属无限哀痛 记者一来花莲综合报道